大家好 我們是屯支大阪的店主 我叫阿毅 我是阿力 屯支大阪章魚燒 這個名字其實是2016年的時候在屯門一個很偏僻的後行已經開了 因為我們真的很喜歡吃這間章魚燒 所以知道它在2018年結業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在香港都很難吃到比較偏向日本式 還有真的比較軟心的章魚燒 所以我們都膽粗粗地打給以前的店主 就問可不可以把這個品牌重新製造呢 去到最後他都說不如就交給我們 還有他現在其實有時都會下來這間店幫忙 我們都是沿用以前的一些麵漿粉漿 食材我們基本上都是用以前的 但是我們款式上就有增加到 多五六款新的款式 好 推薦大家試一下我們的火隻熔岩芝士脆脆 我們用了橙車打芝士 味道會比較濃郁一點的 上面會撒了一些火隻熔岩芝士脆片下去 鹹蛋黃金流沙果方面 我們就用了原隻鹹蛋黃去磨成粉漿 之後再造成醬汁給大家淋上去 所以鹹蛋黃的味道會很出的 鹹蛋黃的味道 我也想和屯門的一些朋友說一聲 真的很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過了那麼久都還會有人記得我們這間小店 我們希望會慢慢改進做得好些